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 攻读上帝的话 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46到52节 我们一起来读 到了耶利哥 耶稣同门徒 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讨饭的虾子 是迪迈的儿子巴迪迈 坐在路旁 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 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 说叫过他来 他们就叫那虾子 对他说 放心起来 他叫你啦 虾子就丢下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虾子说 拉伯尼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虾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到奋不顾身的信心 巴迪玛听见 拿撒勒耶稣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一个讨饭的虾子 虽然他肉身的眼睛看不见 心里却是明亮的 他细心的眼睛比别人看得清楚 他对耶稣有极大的渴慕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喊 却拦阻不了这个虾子 他喊得更大声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他信心越错越有 不知道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有没有拦阻 可能是你工作的关系 可能是小孩的问题 可能是自己的不方便 就拦阻你来到耶稣的面前 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像这位虾子 巴迪玛一样 有不同的难处 但是巴迪玛不看环境 不管别人怎么说 他丢下衣服跳起来 奋不顾身要来找耶稣 当我们不冷不热 对耶稣可有可无 或妥协环境的困难的时候 是感动不了耶稣的 耶稣他在意的是 你对他是否认真 对他是否非要不可 因此巴迪玛的信心 Touch到触动了耶稣的心 耶稣对他说 你的信救了你了 虾子立刻看见了 而且他得医治之后 立刻就跟随了耶稣 让我们常常来操练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仍然像巴迪玛一样 奋不顾身的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来思想 我们的信心能够感动 主耶稣为你赞助吗 今天要来分享 这个第一个诫命 我对主耶稣的信心 有没有大过别人的拦阻 我对主耶稣的信心 有没有胜过环境的各种挑战 第二个应许是 我的信心可以叫耶稣为我赞助吗 能为我行神迹吗 我的信心可以得拯救吗 第三个要避免的罪 当我降服环境的困难 什么也得不着 更无法经历主耶稣的全能 我要如何应用在生活上呢 无论什么困难 我都要稳定参加主日 参加小组和积极主动来服侍神 不可以停止聚会 第五对神新的认识 耶稣喜欢我们 像巴迪环一样渴慕他 这样才能够感动他 为我成就大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今天开我信心的眼睛 使我无论在任何环境中 都信靠你 叫我轻看环境的困难 不随便妥学 紧紧跟随你 使你大能的神迹 可以彰显在我身上 叫我得医治 也得建立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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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